哈囉,哈囉,大家好,我就是周材姐 然後我現在就是在有偶生活 就是做室內設計 然後我們公司就是其實是在今年初剛成立 那我們的組成就是還蠻特別 就是因為我們有將近就是半數的設計師 他都是非本科系的 所以我今天就有點像是 作為就是非本科系的設計師 出來就是跟大家講就是像 如果你們有人想要進室內設計啊 可是不是本科然後你就會實際的了解 就是我們室內設計師實際上在做什麼 然後像我們會遇到什麼樣子的挑戰 然後從中會獲得什麼樣子的成就 然後我就先就是大致講一下 就是我是怎麼樣進入這個領域 就剛主持人有講就是我是語文科系的嘛 就因為我從小就是很喜歡語文 因為我很小時候就是很喜歡西城南海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唱他們的歌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就是學英文 然後到大學研究所的時候 我也都是走外文領域 那像外文系的人一定就會知道就是 讀外文系大家都很常說就是 喔你讀外文那你就應該要出國啊 去體驗一下國外的生活 所以我研究所的時候我就毅然決然就是休學了一年 到澳洲打工度假 然後在這一年當然就是很自由自在啊 然後就是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你每天就是工作嘛 然後回來的時候但是一年結束了之後 我們還是要回來面對現實 所以呢我就會面臨到剛剛很多人講的 就是你們都會很彷徨就是不知道我未來的路要怎麼走 然後工作要怎麼走 其實我回來的時候也是一樣 可是現在回頭想就是我從回國之後 其實都還算蠻幸運的 我回國之後就是在台中參加一場焦點的活動 然後在那場活動我就認識了月亮 就是焦點的創辦人 然後他那時候知道我在找工作 然後就很熱心的就是幫我引建一些公司 然後雖然到最後沒有成功 可是我也很快的就是找到了就是在台北的一間報社的工作 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是擔任就是活動票務 那活動票務在做什麼 就是我幾乎每一天都要打就是將近50通的電話給公司的服委會 然後要跟他宣傳就是我們報社最近會有什麼樣的展覽啊 然後有什麼樣的活動 就是希望他們能夠購買我們的優惠的票券這樣子 可是就是這樣工作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我會發現就是我不適合業務這樣子的 這樣性質的工作內容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也很焦慮很徬徨想說 好那我就做完就是月聘的這六年之後 我就要回到台中 然後就是再重新找另外一份工作 可是就是很巧的就是因緣際會 你就會覺得命運真的是很奇妙 就因為那個時候參加的焦點真的是月亮 所以他就在有一天就是私訊我 然後就說欸你最近工作的怎麼樣啊 然後他最近新成立了一間那個室內設計的公司 然後很缺人手然後問我要不要來幫忙 然後我就毅然決然就會說喔好啊 就其實我根本就沒有思考很久 因為就是像大家剛剛說的就是 其實你只要傾聽自己的心 就是雖然你不知道你想要做什麼 可是你一定會知道你不喜歡做什麼 所以你就不會往那一條路走 所以既然有了另外一條路讓你選擇 我就就決定好那我就是要挑戰自己 就是離開就是我已經知道不適合我的這一條路 就是往陌生的路 往陌生的方向走 所以呢這就是我進入室內設計的開端 那室內設計師他實際上在做什麼呢 其實我在做這個PPT的時候 就想到我們的內容其實就有點像是一條龍式的 就是我們老闆兒接到案子 然後就是有公司需要空間設計的需求的話 我們就會組一馬 就會組隊 就是成立一個專案 然後就會到現場做實際的帳梁 那帳梁就會需要到兩種工具 一個是捲尺 就是大家熟知的就是照片上的捲尺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雷射 雷射特巨椅 我有帶雷炸嗎 就是這個 然後呢 就是你只要放在你想要測量的地方 然後就這樣子掃它 你有看到那個紅點嗎 沒有 有 有 就是雷射版 雷射版 就是像這樣 這樣就是量那個天花的高度 然後就會看到這裡有屁字 它就會顯示說這個高度是多少 所以你就不需要就是在哪 像這樣捲尺 就是要拉到這麼高 然後看那個數字 這樣有點麻煩 然後就是我們會有一個人呢 他就是負責做測量的動作 那另外一個人他就會在旁邊 就是把實際的現場畫成草圖 然後附讀另外一個人 他所測量到的數字 所以這就會是我們到時候畫出來的草圖 那我們在現場丈量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將我們所獲得到的資訊 就是帶回去公司 然後再加上業主他那時候 再加上業主他對這個空間的需求還有想像 我們就會把它配置成平面圖 平面配置圖 那像這個案子 他是我們之前就是一個新創教育學院 就是那個阿發堅他的案子 然後他就是那個時候業主還是希望他們能夠 因為他們是算是一個學院嘛 所以會有教室的需求 那他們就希望會有兩間教室 就是會有需要有兩間教室的需求 可是如果活動大一點的話 他就希望這兩間教室能夠合併成一個大教室 然後再加上他還會需要有會議室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幫他配置成 就是這兩間是他們的教室 然後這間是小會議室 然後員工就會在外面 這是他們的工作區域 那時候是這樣子幫他們配置 然後配置完了之後呢 就會到了我最喜歡的階段 就是風格素材蒐集 這時候呢你就會需要到網路上找尋一些靈感 就是像是如果業主他可能會對空間有一些期望嘛 就像說他可能喜歡工業風或是北歐風 那那個時候呢你就可能會需要找一些圖片輔助你 這樣子你在做提案的時候 對業主也比較容易想像的到就是 喔這個空間會是怎麼樣 那舉例說就假如說他想要這個會議室會是比較活潑的 那我們就我們就可以像上面這張圖 就是可以讓他的會議室會是一個屋中屋的概念 或者是在一個黑白的空間在地面上做跳色 這樣子整個空間也會比較活潑 那做完等一下 這樣 那之後呢我們就會將我們的平面還有我們風格素材蒐集 就是轉化成一個3D的配置 把我們的建模建起來 然後到時候就是在跟業主提案的時候 也會比較容易讓他想像的到 那在這一張呢就是我們後來提了另外一個方案 就是這兩間是小教室 然後如果人數多一點的話 就是中間這個活動隔屏是可以拆開的 所以這就會變成一間大教室 然後這外面是員工他們的工作區域 然後這邊就會是小會議室這樣 那等到就是業主呢對3D啊或是平面配置都OK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進行施工 這個時候呢設計師就會需要到現場做監工的動作 監工的動作就是 主要是為了 讓 因為像有時候啊就是 現場施工的時候可能會遇到一些突發狀況 所以那個時候設計師在場就能夠很方便的跟師傅做討論 就不需要就是在 就會能夠及時解決這樣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方面到現場監工也是為了讓業主能夠安心 就是因為我們能夠確保我們施工的品質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一個案子 就是從頭到尾的一個基本流程這樣 那在這個途中呢我 像設計師他會遇到什麼樣子的挑戰呢 第一個就是 室內設計他的基本知識還有工法 像我們平常啊一定不會就是注意到我們的門序要多寬 或是桌子要多高還是椅子要多深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一個同事他就是其實很可愛 因為我們平常不會隨身帶捲齒嘛 所以他就發現喔他的手這樣子張開 就是20公分 所以像有一次我們公司就是為了要關模 然後到燒肉店去吃飯 我們就很好奇 喔他的桌子到底有多塊 所以你就會看到一群人就把手張開 然後就這樣子涼涼涼 其實這還蠻方便的 就你們回去都可以找 因為像我們同事還有就是 因為除了這個嘛 就他都會涼就是像他的手背會多長啊 就是其實他整個身體都會變成他的一個測量的工具 那工法呢就是主要是因為像如果我們要做一個200公尺長的櫃台好了 那一定就是因為這個距離太長了 所以他的構造就會不穩 那你就要想說那我的桌板呢要多厚 就是這樣子會比較堅固 這都是我們在畫圖的時候會需要考慮到的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遇到另外一個挑戰就是下決定 其實我都會因為星座的關係 我都會把我自己的猶豫不決當作我的藉口 就想說喔因為我是天秤座啊 所以我就是沒有辦法下決定 可是其實你真的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你一個很想要改掉的壞習慣 因為在工廠在工地的時候就是如果你不馬上下決定 會延誤到師傅他施工的時間 所以也會延誤到整個工程整個工程的那個流程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就是你在工地就是你會需要就是 馬上想到我應該要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 等於算是你的機靈吧 就要更機靈一點 然後再來是一個溝通技巧 就是像這工技巧不只 其實包含了像我們對業主還有對工班 就是都很需要這樣的溝通技巧 就是像剛剛那個人偉 人偉說的嗎 就是溝通技巧其實是一個很難的 一個問題 像因為我們看起來就是很年輕嘛 所以業主有時候就會覺得 我信任你的工作能力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靠著你的溝通技巧 讓業主就是信服你 或者是在現場施工的時候 就是你要怎麼樣溝通 讓工班師傅知道你這個地方想要怎麼做 這其實都是我們要訓練的一個能力這樣 那再來就是我在室內設計還有 在這個公司裡面獲得到的成長 第一個就是思考 就是像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整個教育體系下來 就是其實我們都會很習慣填牙式的教育嘛 就是我們就是人家接收的時候 我們就會這樣子回 可是其實在這過程當中我們不會加以思考 那就像我們老闆很常提到一個例子 就是假如說業主他很想要 就是在玄關設置一個鞋櫃 那如果我們就這樣給他鞋櫃 可是如果業主呢 他們平常就是鞋子就丟了 就放在玄關門口 他其實根本不會把鞋子放到鞋櫃 這樣子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這鞋櫃是不是就多餘了 所以這其實就是一個多餘的設計 所以我們就是不是說業主想要什麼 我們就要給他什麼 就是我們要經過自己的思考 然後再決定就是要不要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分享 這其實也是我們公司的一個 一個理念嗎 就是我們相信就是一加一就是等於二 因為就是我們 我們呢就是可能一個人負責一個案子 那他所會遇到的問題都一定會不一樣 可是藉由分享 就是你就會知道我遇到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下一次可能就不會再犯 所以藉由分享呢 我們就會了解到更多 那再來就是感謝 為什麼我會覺得感謝會是一個 會是我的成長 就是其實我們都會認為 感謝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 可是其實像對於同一 同事你對你感謝他 其實可能會增長他的自信心 就是他就會覺得 也會增加就是你同事之間的感情 或者是你感謝工班師傅 就是其實你在工地的時候 他都會教導你很多 就是他其實就是等於是你現場的師傅 然後所以其實就是感謝 就會讓我們不要讓每一件事情 都視為理所當然 就會讓我們更謙虛 再來就是意義 就是我從就是在我實際 在做室內設計 在做室內設計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不只是在做一個空間的美化 其實我們是在幫助我們的業主 像是我們之前有做一個案子 就是去幫偏遠學校 就是重建他們的圖書館 因為那時候小朋友他們都不會進圖書館讀書 可是我們把他的圖書館重新美化了之後 就我們會在他的那個地平上面做3D的 立體3D的地平 然後所以他們就會覺得很新奇 就會想要到圖書館裡面 所以就會增加他們閱讀的那個機率這樣 然後或者是說 如果業主他們廁所啊還是什麼地方漏水 就是我們藉由我們就是幫他們 協助他們幫這個空間變得更好 其實也是解決了他們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室內設計 也是在幫助就是幫助我們的業主 讓他們就是能夠在生活上面就是獲得改善 然後在最後一句話 我就想要用這個做總結 因為剛剛其實很多人都說 像24歲就會很老 可是其實就是你將一天就是化作24小時 那你就會覺得就是你們看一下 就是如果一天是24小時的話 你們就是猜猜看你們現在是在幾點 猜一下猜一下 3點 下午3點 對 3點 好 以我來說我現在26歲 所以我現在是在早上7點48分 就是如果就這樣子的時間來做換算的話 你就會覺得欸 就是才剛 就是其實才是一天的剛開始 所以 像你們現在可能 就是大學畢業啊 就22歲啊 還是還根本就還沒有22歲 其實你比我就是 就是等於是說 反正就是未來的路還有很長 就是我們現在其實都是在一天的剛開始嘛 就是像說 就是想要對你們表達就是 你們想要做什麼就去做 就是因為未來的路還有很長 每一個人都一定會有迷路啊 還是做錯事的時候 可是就是藉由就是我們走過每一段不同的時間 我們就會從中獲得成長 所以像一個同事說 就是肯德基爺爺啊 他也是在68歲的時候才創業 你看像68歲其實已經算是在一天的末段 所以要講的就是 要講的就是 就是想要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然後不要放棄 然後就是要試了之後 你才會知道就是 這會不會有成功的可能性 就是你不試的話就是 這一切就會都是枉然的 好就這樣 轉乘出來 看看 我們前後 對 五次 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